就是整理到云端上面,存取网路资源 那其实我们从那个 之前的那个从 我们的云端硬碟上面 把它变成一个CSV的会员系统 把它下载到VisorView OK,应该这个有印象吧 那从这个部分开始呢 当然后来我们有做了一个XML 就是开放资料的练习 不过因为呢,台北政府 那个部分他好像把它做修改了 所以也许你可以去找其他的方式来练习 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台银的外汇部分 台银外汇,也许外汇资料 它的网页基本上像台银这种老公 老银行 它的网页基本上 几乎不太会改变 那如果几乎都不太改变的话 那最好,因为我要去抓取它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哪一天它如果改版当然就会有问题 会抓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网页变动越小的那个 就是那个来源 那当然最好 OK,那怎么样去把它抓起来 基本上我们是把它抓到一个 那个Raylist里面呢 再把它放到Adapter 就可以把它秀出来了 OK 那Yahoo!股市的部分也是一样 其实Yahoo!股市那个网址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用那个UIL的参数 就是用GET的方式去传递的 那当然它除了说水泥类骨之外还有其他类骨啦 那当然这部分可能要做非常多的事情才能够把整个Yahoo!股市的资料全部抓下来 那我们上次练习只有一个水泥类骨 那至于怎么做我想各位可以再把这部分再稍微了解一下有关那个就是抓取的模式啦 那我是比较用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呢大概分成几段程式啦 但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你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那显示出来类似像这样 那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先列出一个清单 将来如果使用者要看详细资料的话 也许我们是用那个Landialog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觉得Landialog太简单的话 也许你可以另外再建一个View 那当它点击的时候你把那个View给跳出来 把里面的资料放在那个View里面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那个设计可能要复杂很多 要再配合Intent 有没有那Intent去呼叫第二个Activity 第二个Activity再去呼叫第二个View OK应该可以理解那个流程吧 因为之前我们在第九章 第九章就Intent 第十章就Activity 那可以把这部分 也许如果当然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做个变化 OK 如果你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将来当然你再做很多的 这个App的变化 应该就比较不成问题 那里面大概基本上 我们用到一个 这个上面的部分都是用Java的 OK 它底下会引用这个 这个OR区 Apache的这两个 那主要是在那个 引用Library 它可以让我们在Android Studio 里面搜寻那个Library 名称就是 开头一定是HTTP Core Core 那搜寻的话 到我是用4.45的版本 那另外呢 其他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呢 在Java里面的这个 UIL Connection OK 所以最重要啦 其实请各位就是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Gate或Post的一个方式 我是建议你干脆就把 UIL Connection 稍微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去SET SET什么 你传递的方式啦 那个至于它名称 你稍微看一下 应该 我找一下应该不难找 因为之前有用到过 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只要告诉它Key跟Value 你要传什么参数的 Key Key的名称 跟后面要传的参数 那它就会帮你把资料给传递过去了 这个部分也许你可以常用的 也许是什么 登录 比如说这个APP需要登录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用到这种方式去传递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用那个 Releaser去传递 当然第一个 比如说水泥类 水泥类鼓里面有11个栏位啦 那我是用栏位 用COL 01到11 那分别呢 把这个Releaser建立起来之后的话 再从网路上去捞资料 那当然主要是分成两段 一段是捞下来之后放在这里 URL的data 一段是去切割 那切割的方式喔 我是用index off 去找到位置 再用substreet呢 去把我们要的东西切出来 那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你要去计算一下啦 那我是建议当然喔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 从网路资料抓下来这一段喔 我是觉得直接在Android Studio 做debug其实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光切字串喔 就不容易切 所以我的习惯是 先在Java里面写好 再把它转移过来 其实这样喔 就是 有bug的机会会小很多 因为在Java里面一跑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Android Studio 你光去把它就是打包成一个APK档 其实RUN就RUN的时间 至少RUN了 至少一分钟 好几分钟 有没有 那在Java里面是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啦 所以基本上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喔 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个 那再来的话 这底下 那还有最重要是这个Manifest里面 一定要加J行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喔 写完之后呢 就很开心就把它按下去 每次一跑 奇怪怎么就挂掉了 因为忘了加什么 Permission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喔 以后呢 你只要存取 里面包含就是说 Internet 或者前面好像有用到像 未来也许你们还会用到GPS吧 GPS也会有一个 它的那个Permission 就是你要存取GPS的讯号 它也有一个Permission OK喔 那个叫什么 SS 好像是什么 就是SS Location 就是它有一个 Permission就是要去 SS Location的那个部分 你要把它那个 Permission打开 否则的话 一定是没办法存取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要特别的注意喔 尤其这个Manifest的档案里面 该加什么就加什么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喔 那当然我们 所有的那个东西一样 我就把它放在 我们的影片里面 OK 那因为今天是第八 第九次上课了 那第 再来的话 就是最后一次礼拜五了 所以上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 还是要自行备份 云端上面的资源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不保证说它永远存在 但是也不会说 马上到你们 结训前就不见了 不会啦 当然因为我之后 还会有其他上课 会用到这些 所以我会再去做一个整理 OK 所以也许会有关闭的可能性 不要到时候关闭了 哎呀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狠心 就把这个资源 这当然 所以请自行备份一下 就是说这东西呢 我是非常欢迎各位可以 就是把它留下来 其实 做这种设计开发工作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要 自己要整理出很多的资源 这个资源是将来马上可以用的 而不要说你要用的时候 自己到Google上 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是没错 但是呢 你可能找半天 也许找得到 也许永远找不到 那也许找到之后 你要花很多力气去修改 倒不如你有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像我是还蛮喜欢用那种范本 范本来先稍微参考一下吧 总会比你重新再起一个专案来的快很多 OK 好 那每个人的那个开发习惯不同 OK 那当然 我是觉得就是效率问题 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找一个 对你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不见得一体适用 因为我发现 一个办公室里面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使用习惯都不一样 好像以前我记得 我第一份工作 那个科长他很妙 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到滑鼠 不论什么 也是要呼叫 文字模式 卡卡卡卡卡卡 所以他的剑毛永远在动的 他完全不用滑鼠 即便是视窗环境里面 他也都不用滑鼠的 我也蛮佩服的 卡卡卡卡卡卡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 我本来想说 我要不要学他 后来有东西是学不来的 我是折中 滑鼠 因为有时候你点下去 他可以点 你为什么不用点一下 不是比较快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当然习惯问题 这个当然每个人的风格 style都不太一样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有关第十三章 这个是在我们书里面的 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 什么叫Seqlite资料库 其实Seqlite资料库 跟其他的资料库 为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 其实简单讲讲 这个Seqlite 一般有Lite的字眼 都是属于轻量化 或者是微型 或者是小型的这种 什么什么Lite 好像有很多 像手机也有什么 后面加个Lite 或者是什么车子 会不会有什么Lite 等等 类似有这种 那主要就是说 他这个是把很多的 大型的资料库里面 可能的功能都拿掉了 他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资料库 微型的资料 那他主要的用途 是让你放在手机里面 记得这个是Local端的 一个资料库 而且我发现 他跟那个HTML5的 那个Web SQL Database 还蛮像的 好像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最后存取的 副档名都是.db 他最后会帮你产生在哪里 就是手机的 我们的一个App目录里面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 后面会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利用什么 这个类别 SQL Lite的Database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呢 他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可以去帮我们做 最重要的 第一个 如何去帮你建立Database OK 第二个呢 也许就是帮你去 传递那个SQL SQL的那个语言 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你要建立一个Table 或者是说 你要新增修改删除 查询这些动作 其实呢 那都可以利用它有一个指令叫SQL SQL 就是说 SQL的意思就是执行我的SQL指令 那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SQL 这个 当然你存取的方式可以用SQL语言 或者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方法 也可以帮你达到新增修改删除查询的这些功能 但是不过我是建议的 只要是那个资料库的话 目前大概都有支援一种语言 叫SQL语言 这种语言 有点像是 无论你出国 但你如果 不知道学哪一种语言 你干脆把英文学好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都相通的 对不对 那其实到底是差不多 在资料库的世界里面 它都支援 基本上都听得懂 这个SQL的语言 所以你只要传递SQL语言给它的话 它就可以帮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OK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大概就是说 我们把资料库建立 资料表建立之后的话 那当然也许就是下SQL语法 可以把那个 insert into哪些栏位 放什么资料 传递过去 再来利用slate的语法 把资料再从资料库捞回来 捞回来之后呢 在哪边显示呢 在ListView上面显示 所以要怎么样在ListView上面显示 又是ListView 像说这个ListView真的 其实将来应该也会很多地方是阴魂不散的 因为它一定是会如影随形 只要你要显示资料 而且其实很多的那个APP开发 未来还是会用到资料库 这个东西 那资料库要显示的话 其实我想最match的还是ListView 但是ListView里面 你必须要建Adapter 有没有 你把资料先放Adapter 那里面就MVC 就是画面控制器 跟哪个view版型 还有放什么资料 对不对 那在这里的话 特别是如果你要跟资料库连结的话 这个Adapter里面 用的就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叫ArrayAdapter 而是要用另外一个 因为从资料库来的资料 它会先放在一个所谓的Cursor Cursor的话 其实在那个Java里面 感觉上就等同类似这样一个 Record Readout 就是说它可以暂时放在 某一个记忆体的 一个虚拟的表格上面 那你到时候再把它放到哪里 再放到那个ListView里面显示 这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还有版型 资料库的译形 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资料库的一些 一个相关的了解 那里面的话 当然查询部分呢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Raw Query 一个叫Query 那你讲说Query 查询又什么 还要分两种 又不是什么思思 又不是 主要原因是Raw Query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用什么 用Seql语法的话 那就要用Raw Query 那如果你用Query的话 就告诉他说 我要查的是哪一个Table就好了 不需要下Seql语法 你就是Query哪一个Table OK 那其他还有就是 Insert, Update, Delete 那因为这个观念跟 所有的Seql都完全一样 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像我们在存取资料 我管它后面 后面是哪一种Data Base 反正你只要记得 第一个 驱动程式有没有存在 第二个 你怎么去连线它 Connection 第三个 也许你就要抓哪个Table 因为Connection连到资料库嘛 再连到那个Table 哪个资料表 在哪些栏位 那你只要对应到 基本上没有问题 管它是什么 MySeql 还是什么MS 什么Seql Server 还是Oracle 还是什么什么一堆的 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而且基本上 不是说只有在手机APP 存取方式这样 你用那个什么 PHP ServerLate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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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VBA 或者是Python 等等的 观念都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 关键就是 记得 可以掌握一个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Seql 我觉得至少 你最 这里面最大功因素 就是你要去熟悉 所谓的Seql语法 因为你如果 Seql 语法的话 就跟你会 英文一样 你出国到哪里 你讲英文 大家至少还是听得懂 那就是跟资料库世界一样 如果你会Seql 其实到哪里都吃香 而且现在 坊间业界 反正你 基本上你会 资料库 在到哪里都吃香 有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 一定要用一些Tool 不一定要写 写出一个APP 或者是一个网页的界面 反正你一般的 那个Dentabase 一定会有 让你下Seql的地方 你就把Seql 下一下 你资料就查回来 查回来之后 你要产生报表就很简单了 你也不一定要用Tool 反正ERP 里面也可以下个Seql 只要捞回来 自己再弄个报表 对很快 不见得说 一定要还要写一个程式 对应起来 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底下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提一下 有关SeqlLite 要怎么建立 OK 里面的话必须要 使用SeqlLite database 这个类别 去帮我利用它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Open OrCreate Database 里面给它一个档名 给它相关权限 OK 其他的话 再来就是怎么样 去删除Database 这个SeqlLite database 里面 它有哪一些方法 比较重要的 像我刚刚提过 就是像Excuse SQL 如果说你要让那个 就是说 SeqlLite database 去帮你执行 什么样的Seql 其实最重要 就是这一行 反正你就执行丢过去 它就收到 Role Query的话 就是它会帮你用 SeqlLite 查出来 放在Cursor里面 然后呢 Insert Update Delete Query 它Close 不过 后面这几种 其实基本上 这四个 这个是属于 SeqlLite database 里面帮你建的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想用它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也可以直接用Excuse SQL 跟Database沟通 不见得一定要透过它的方法 就是这边是它给你方法 取代用那个就是Seql 两种方法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至少两种方法 可以存取那个资料库 OK 那后面我们有详细的说明 让各位了解一下 怎么去做 那再来就是说呢 怎么 除了建立资料库之后 怎么样去建立资料表 OK 然后相关的方法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范例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这边有个demo 先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这边就是直接可以执行 执行上面的Seql語法 它可以自动帮我去怎么样 把资料加进来 那这个资料其实很简单的 项目一二三 这样你点一下 它就把上面的这个 音色音图语法 去帮你做执行 OK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建一个那个 建一个那个 专案名称 这个专案名称 叫做也许叫做什么 这个是我们是第13章 CH13底线Seqlize的第一个范例 那等一下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相关的资源 我也要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的第13章 所以等一下各位也可以 除了讲义之外 也可以对应到那个云端上面的 那个Seqlize 一 一的话是建立资料库 还有资料表 另外还有就是说 新增跟查询 如何达到你要的这个 使用资料库的目的 试试看 先把那个稍微 把讲义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我们把那个 实作的范例 让各位了解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要完全 至少能够控制 这个Seqlize的资料库 至少你要学会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建立资料库 第二个 如何建立资料表 第三个 如何建立里面的栏位 再去做什么 新增 查询 修改 删除 大概你了解这些东西 以后你要去使用资料库 大体上 都不会超过这些范围 其实基本上大概 至少都已经够用了 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 进销唇系统 不外乎就是说 你要新增一笔记录 然后新增完之后 要把它查出来 里面有错误的时候 要把它修改 这笔订单结束了 你要把它删除 大概不外乎就这些 所以基本上 未来使用这个资料库部分 大概就是会有这些 可能用到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第一个范例 这个第一个范例 主要学会的 至少如何建 就刚刚我讲的那些东西 怎么样建立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再用sicle语法 insert into 并且把它查出来 放在lesserview里面 OK 大概整个一个cycle 那这些我想是 你在学习sicle语法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OK 先试试看